大家好 這次要跟大家介紹 OneNote 跟 Google 雲端硬碟的整合 那麼其實原本 OneNote 就跟 Google 有相當密切的結合 那麼以後呢 如果您的教材檔案 不管是影片 圖片 音樂 還是其他的像 PDF Office 文件 放到雲端硬碟上後 都可以很輕鬆的在 OneNote 裡面呈現出來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在這個雲端硬碟上 已經先放了幾種檔案的類型 包括了這種影片檔案 PNG Open Office 的格式 MP3 PDF 微軟 Office 的 PPT 還有 DOC 這些格式在上面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在 OneNote 裡面怎麼樣來輕鬆存取它 進入 OneNote 之後 不論您是在課程 在群組裡面 我們都可以 直接來存取雲端硬碟上的資料 當然首先您必須要在右上角這裡 管理雲端服務的地方 將您的 OneNote 與雲端硬碟做結合 完成之後呢 比如說我們進到這個 課程裡面來 如果我在這邊要增加新的內容 我們按下新增單元 選擇來自網頁的 類型 在這邊你就可以看到雲端硬碟的圖示 只要雲端硬碟上能夠預覽的格式 我們都可以像這樣直接存取它 我們現在呢 以影片為主 我們把它加進來 在 OneNote 裡面會自動抓到它的檔案名稱 您就可以在這邊點一下之後 就能將它加入 加入之後呢 您可以看到 OneNote 已經自動把搜除顯示出來 而且呢 在這裡面 點開 您就可以直接看到它的內容 那其他的類型 也都是一樣 我們這邊再試一個 選擇網頁 點選雲端硬碟圖示之後 你就可以進來選擇 以Office的格式來說 這邊有一個 Word的格式 一樣選取之後 會自動抓到標題 您可以在下方馬上就看到 它的預覽結果 如果你是在課程裡面 增加了這些內容 別忘了 當你更新完成之後 要按下上方的紅色發佈 這樣在群組裡面 或者是外面的課程 已經發佈的課程 才會更新 請問一下